女生谁不在乎脸啊 你说如果是换了救命的药 那你说咋一等就没心了 眼前这个蹲在地上痛哭的女人到底经历了什么 会让她这么撕心裂肺不顾尽头哭泣呢 事情还要从一件快递说起 王师傅是一位快递小哥 虽然是四五十岁的年纪 不过为了养家糊口 他还是选择了这样一份职业 平时送一件才挣一块钱 可是前不久就因为自己的一个失误 让他一下子损失了五百多块 小丽啊我说真是防不胜防干 他们这个事我损失了五百多块钱 为人老师的王师傅十分苦恼 王大哥告诉记者 上个月他给客户送了一个酱 但是却怎么也找不到了 人要是倒霉真是喝凉水都塞牙 王师傅也明白 丢件是自己的责任 无论多贵都要赔偿 最后通过和客户协商 王师傅主动赔付了客户五百三十六元 但是让王师傅高兴的事情发生了 钱赔给他以后过了有两三天 我就发现这个价啊 他又和女孩取得了联系 女孩在电话里也答应把钱退给王师傅 但是女孩拿到货之后 却对退钱仪式闭口不谈 王大哥实在没有办法了 找来了记者 就算要回部分的赔偿款也行 毕竟是自己出的问题 那么王师傅说的这个情况是否属实呢 记者准备找收件人核实一下 这位姓李的姑娘就是收件人 一听到这个事情 她表示自己十分的生气 她说看快递到达快递点后 曾打过很多次电话 说里面是化妆品 一定要小心一点送过来 化妆品是用在脸上的 每个女孩子都很在意 过了两天才送过来 已经耽误自己使用了 女生谁不在乎脸呀 你说如果是换了救命的药 那你说咋一等就没信 您听听这话说的 一个女生谁不在乎自己的脸 小便就十分的疑惑了 单个两天送到的化妆品 就达到了回脸的程度吗 还要额外索要536元 这多少有点说不过去了吧 一听到这话 王大哥一直在道歉 没想到这个小姑娘 还有更狠的话 给我发信息 给我威胁我啥意思 你说你要报警令 我一个20岁的小姑娘 你一个四五十岁的 大叔了 属于对吧 我也不说难听的话 你说你当时威胁我 我害怕不害怕 你让我怎么办呀 你说你什么令案啊 什么东西里 我如果说不这样 咱现在就是不说 咱就不说 王师傅想要解释一下 都插不上话 李女士继续说 赔偿款加倍给王师傅都行 但是王师傅对自己造成的伤害 这些要用多少金钱补偿呢 希望王师傅给自己一个合理的解释 王师傅想要李女士返还赔偿款 而李女士却讲起了精神损失 这哥谁能招架得住啊 这个时候记者看不下去了 告诉李女士 王师傅耽误你使用了 可以赔偿一部分的损失 但是剩下的钱不凡着 说不过去吧 一听到记者说出这样的话 站在一旁 李女士的男朋友急了 指责王师傅威胁女朋友 几百块钱根本就不是事 但是打电话威胁女朋友就是不行 王师傅表示 说这话应该要有证据 听到这里李女士的男朋友 竟然发出了一阵嘲笑 就是一个不相信的态度 王师傅也是一脸的无语 自己一没有骂她 也没有态度不好 打电话的口气也非常的平和 李女士反驳道 这个小姑娘 你说非要骂才叫语气不好吗 最后在记者的调解下 王师傅也郑重的给李女士道了歉 李女士的男朋友表示 晚上会把四百元退还给王师傅 记者要求现在就归还 毕竟这个事情越拖越久 希望这个事情有个圆满的解决 解决完你们该工作工作 她该送快递送快递 男朋友刚准备掏出手机 姑娘突然蹲在地上大哭起来 男朋友一看到您有哭了 情绪立马上来了 怒吼着哼的把王师傅抱打一顿 别怒 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行 瞧 瞧 咋了 别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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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点松心气 关注我放地上别怒 没有把这事闹闹闹 动啥了 这小 小闹闹闹闹 闹啥了 都是当店里人的咋都不理解自己的孩子呢 我让我爸挂来是啥地啊 记者也直接告诉了李女士 这个事情你到底有没有想要解决的想法 如果你觉得自己的脸有什么样的问题 咱们完全可以去鉴定 可以到法院去起诉 而不是这样撒泼打滚耍不赖 王师傅看到这种情况 估计觉得也是惹不起 这个钱自己不要了 这道花钱买个教训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钱货都想要 这就是一个20岁的人能做出的事情吗 在挑截的过程中 女孩脑回路也是出奇的清奇 她给别人的感觉像是20岁就该被善待 我们都知道年龄从来不是衡量一个人 是否成熟有道德的标准 犯了错 也不应该用年龄来给自己做挡箭牌 只要我们成年了 就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在这件事情上网友认为 李女士真的还不如一个七八岁的孩子 希望李女士能善良一点 作为客户快递出现了问题 有理由向快议员 或者快递公司索赔 但是所要赔偿一定要有依据 蛮不讲理只会让自己更加难堪 好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大家认为这件事情是谁的错 欢迎评论区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